大家早安 我們時間來到早上6點22分 又到我們的氣象時間 大家可以看到目前台北市外頭 雲層量還是稍微比較偏多一些 但是今天其實整體來說 我們的水氣是更加的減少了 所以今天基本上 各地都是會維持多雲稻情這樣的好天氣 只有中南部地區還會稍微的再下雨 我們先看到今天的日期 今天是6月30號 星期三已經來到6月的最後一天了 那台北市目前外頭已經有28.3度 降雨機率今天是10% 我們先透過衛星雲圖來關心一下 今天的天氣狀況 那今天一樣還是受到西南風的影響 所以水氣帶上來 中南部地區還是會稍微的下雨 所以溫度還是來得比較低一些 高溫大概就是維持在32度左右 不過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基本上是不太會下雨的 所以高溫可以來到34到35度 但是我們來看到高溫資訊圖 可以更加的清楚 今天這個北部地區 尤其是雙北 還有花蓮跟台東 一樣溫度還是會來得比較高一些 有可能都會來到36度 尤其是台東的部分 是亮起了橙色燈後 那最主要因為 花東地區是在被封刺 所以台東還是會有焚風的現象 那就要提醒雙北 以及花東地區的觀眾朋友 外出的時候還是要記得 注意防曬的工作 另外就是要時時刻刻多補充水分 那麼接著我們來看到 定量降水日報圖 關心一下今天的降雨範圍很明顯 都是移到比較偏山區的部分了 那今天整體來說水氣是有稍微減少的 所以苗里南基本上還是有機會下起一些局部短暫震雲 那東南部地區也還是有機會突然這樣下起一場局部大雨 但是基本上今天的降雨都不會來得非常大 而且基本上都是集中在山區的部分 那中午過後的時候呢 北部這邊山區還有東半部地區 都還是有機會下起午後雷震雨的 那到了晚上的時候可以看到 基本上全台各地降雨都是趨緩下來了 那最主要因為西南風要開始減弱了 我們就看到天氣走勢圖會更加的清楚 那今天是最後一天受到西南風的影響 那主要中南部地區還是比較多水氣 但是呢今天的降雨跟前幾天比起來會少蠻多的 另外北部跟東半部地區一樣 中午過後還是有機會下起午後雷震雨 那從明天開始呢 接下來幾天啊 基本上西南風都是比較偏弱的一個情況 太平洋高壓的勢力增強 延伸過來到台灣的上空 各地晴朗穩定 那都是多雲道晴這樣的好天氣 但是呢我們又回到中午後雷震雨的天氣形態 最後關鍵字我們要來提醒您 西南風是持續的影響著台灣 所以苗栗以南還是有機會下雨的 那尤其南部還是要特別注意 山區的部分還是有可能下起局部大雨 另外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午後就是只剩下一些零星的短暫震雨 以上就這節氣象資訊 讓您出門上班穿衣服有參考